持续来关注国道3号游览车撞击小客车的事故 导致了有四个人身亡 现在撞击的瞬间画面曝光了 游览车在撞击小客车之后 瞬间就扬起了大片的烟尘 可见这个撞击力道是非常的大 原联地检署连夜的甄讯认为 诚信游览车司机犯罪嫌疑重大 涉嫌过失致死和过失伤害罪 向法院申请鸡押 游览车跨越车道高速撞击小客车 整台车甩尾尾端撞击外侧隔音墙 在滑行道内侧车道扬起大片烟尘 二十一号国三车祸最新滑面曝光 整起意外酿成四死二十二伤 警方出判事故原因是有染车驾驶 不当变换车道 云林地检署连夜征讯认为诚信游览车司机 涉嫌过失致死和过失伤害犯罪嫌疑重大 在二十二号凌晨一点向法院申请鸡押 犯罪嫌疑重大 且有鸡押之原因及必要性 至于后续鸡押艇开庭的时间 能带法院通知 虽然驾驶讯后坦言对死者家属感到相当后悔 会尽力配合所有的要求 不过一场车祸导致天人梦碎 让两家人从此天人永隔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记者王宇菲方中成林宏吉云林报导